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年 这位英国文豪留下无数会智人口的经典 像是哈姆雷特、马克白 还有罗密欧与朱利叶等等 在他的故乡英国的史特拉夫 今年就举办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纪念活动 除了演沙翁的戏剧之外 还有演员会扮成莎士比亚剧中的角色 向他致敬 我们一起去史特拉夫看看 整齐划衣的岳仪队打头阵 带领游行队伍走在英国史特拉夫的街道上 这里是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故乡 今年是他450岁诞辰 吸引了上千名游客造访 我觉得它已经很精彩了 有几个团队在这里 但是它是一个大事 而且很值得在这里 史特拉夫当地的学生 手上拿着黄色和黑色气球 让气球往天空飞 市中心还升起了莎士比亚的旗帜 史特拉夫庆祝沙翁生日 已经有100年的历史 来自全球各地 关心文学还有剧场等不同领域的朋友 会在这一天蜂涌而至 纪念这位喜剧悲剧通才 深入刻画人性各种面向的大文豪 许多演员也会在这一天 扮成莎士比亚不同剧中的角色 向这位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和编剧家致敬 史特拉夫会举办莎士比亚剧作的特别演出 用一连串大型的周末活动 纪念这块土地孕育出的卓越文学家